北京时间2月14日消息 对于詹姆斯·哈登的到来 从费城76人队的官方社交博客 就能看出他们有多兴奋 不久前 76人官方晒出了哈登全新的一号战袍制作过程 参见文中配图 配文这就是我们的一号 定版印刷制作 仪器呵成 根据此前报道 76人这边的13号之前是张伯伦穿着 已经在球队退役 所以哈登不得不更换自己球一号码 哈登是在昨日抵达的费城 他已经通过了球队的体检 有知情人士透露 他最快会在本周代表76人队登场比赛 目标日期是本周三 此次哈登与恩比德联手 也被许多圈内人士看好 已经是篮球评论员的帕金斯就提到 他看好这二人成为下一对OK组合 有项技术统计显示 恩比德、哈登二人是NBA历史上仅有的两位 在不超过33分钟的时间里 拿到40 得分三双数据的球员